早晨早晨 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11月3号 礼拜四的第二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 香港的最新情况 话说特区政府 在昨晚 留夜发布了一份新闻稿 证实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在机场的核酸检测採用 结果为阳性 而在较早之前 财政司司长办公室的新闻稿就说 陈茂波获卫生储评定 他是属于康复的个案 不具传染性 无需隔离 按照金管局的安排 陈茂波今天是会出席 与国际投资者对话论坛 并且会发表主题演讲 好了 在讲到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有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特区政府昨晚出新闻稿 回应媒体查询的时候 最终就承认了 陈茂波在机场的核酸检测採用结果 是阳性 难怪之前不提阴阳 根本上你就是阳性 我们昨天也有说 质疑你了 现在认就好了 阳性 那我们看一下 究竟那篇的新闻稿 是讲了什么 这件事就令到很多市民哗然 因为你对待陈茂波 和对待一般市民 中间是一个的差别 就令到很多人 的心都是很不妥的 我们先看新闻稿怎么说 根据现行入境防疫安排 所有从海外地区或台湾来港人士 均需在预定起飞时间24小时内 进行快速抗原测试 取得阴性结果 并透过卫生署 健康及检疫资讯新报表 申报方可登基来港 自从6月1号起 曾于三个月内感染新冠的来港人士 即使登基前核酸检测 仍然是呈阳性 只要在24个小时内的 快速抗原测试结果为阴性 仍然可以登基来港 这个其实是很有问题 喂 他验了核酸是阳性 但是快测他告诉你是阴性 你就给他搭飞机了 喂 那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啊 他告诉你自己是康复而已 你鬼知啊 你怎么知道啊 他什么时候确诊你怎么知道啊 你知道吗 是不是先是 这个是靠他自己来申报的 他可以调前调后都可以的嘛 那个所谓确诊日期 现在在搭飞机这个安排上面 原来快测阴性 是可以凌价核宣扬性的 我想问一件事 为什么你要求那些本地的市民 非去做核酸不可呢 喂 既然间快测你都承认的 24个小时内阴性 你仍然给他登基的 我认为没有问题的 这件事是 我不是认为有问题的 问题就是在于你为什么还要求那些香港人 走去做核酸呢 既然间你都承认了这个快测阴性了 你都给他登基了 这个第一个问题 好了 接着我们看下去 从海外地区或台湾来港人士在抵港以后 不论曾否感染新冠 都需要在抵达机场的时候进行核酸检测 并按照检测放行的安排 在采养后 无需在机场等候结果 按一般抵港的流程离开机场 如抵港人士核酸呈阳性 而他电子健康申报近日曾经感染新冠 卫生署就会根据他申报感染记录 以及检测结果的数据 评定将他界定为已康复的个案 或者是确诊输入个案 并且以此决定适用的检疫 或者是隔离安排 他就说阳性的时候 就要看一下有没有申报过自己确诊新冠 如果是阳性又申报了确诊新冠的话 就要看他的检测结果数据 即是CT值究竟有多高 我们再看下去才评论 根据卫生署记录 今年9月26日至11月1日期间 抵港人士里面 一共有455名入境人士申报 曾经在三个月之内感染过新冠 而在登基前取得快测阴性结果 抵港之后 核酸检测就呈阳性 那这455人全部都是没有病征的 核酸检测的CT值相对较高 这455人经卫生署评估 为应不具传染性的康复个案 而不被列作肛感染或者凝具传染性的 确诊输入个案 这455人无需接受隔离或者是红马的限制 卫生防护中心有跟进这455人 其后的核酸检测的结果 确定他们持续不具传染性 我们看看具体问题出现了在哪里 第一 那些宣称自己过去三个月 在外地曾经确诊新冠的 回到香港机场核酸检测 呈阳性的 卫生署就会检视一下 究竟它的CT值是多少 它说CT值相对较高 就会判定它是康复个案 喂 那究竟何为较高呢 我们要看一些具体的数字 你不能够说这么空泛的 一空泛的时候就变成人质了 你要有个具体的数字 到底多少你是评定为这个 一个康复个案 我看到有一个数据 今天明报引述 在机场核酸检测的阴性标准 与社区检测相同 CT值为35至40 就是阴性 那就是说 如果你是阳性的话 就要低于35 因为CT值越高的话 其实就是病毒量越少 那以前新闻稿里面说 CT值相对较高 就当它康复了 那究竟何为较高呢 你那个较高的区间是哪里呢 是不是 35至40就是阴性 那35以下 去到哪一个数值 是为之康复个案 你要交代出来才行的 不能够收拾卖卖的 既然现在媒体问到你又肯答的时候 麻烦你和盘托出 还有 现在陈茂波究竟那个CT值是多少 没有人交代过 只是说他阳性 CT值就处于康复个案的范围之内 究竟你的康复个案范围是有多阔 是多少 陈茂波是多少 你说吧 如果CT35就阴性了 即是说他一定是35以下 是34 33 32 还是多少 买六合彩 你快说吧 这个数据是很重要的 因为陈茂波都可以当作康复个案的时候 其实以此推论 全港市民如果是有CT值或以上的 都应该视为康复 所以这个数据是很重要 你要交代 究竟是多少 不可以收起来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陈茂波回香港的安排 是对于所有本地市民是不公平的 本地市民 如果是验核酸阳性的 或者他自己快策阳性去申报的 那他会怎么做呢 就是会被赋予红马七日 并且是需要自行隔离七日 那这个就是耿局 这七日是没有转的 怎么也要困住的 最多就是说去到 确诊之后的第六日、第七日 连续两日快策阴性 那他就可以解除隔离到处走 这个就是本地市民的安排 很清晰的 还要打齐两针或以上的 好了 那在外地确诊又如何呢? 现在陈茂波在沙特阿拉伯确诊 他声称在10月26日 就是上周三的确诊 但是媒体就说10月27日 才知道的 那别管了,就当是10月26日吧 是不是? 我不说他退早了一天 我当是没有了 10月26日确诊 那么他什么时候要搭飞机呢? 他11月1日就要搭飞机了 那么你26日确诊 27、28、29、30、31、1 第六日就可以搭飞机了 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啊? 你是不是有特权啊? 就算沙特阿拉伯方面放行你 你自己应不应该走去行使这个特权 你应该思考清楚啊 市民就要愚蠢蠢地在家隔离 或者去方仓隔离 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挫陀岁月 你就特事特办 为什么你可以有这个特权呢? 是不是对本地的市民不公平啊? 为什么大家都要隔离 大家都要赴红马七日 你又不需要啊? 你是获得豁免啊 不需要隔离 不需要红马 还要在封会上不戴口罩都可以啊 那么我想问啊 本地确诊的市民 他们第一次做过孙阳姓之后 他就送去隔离了 他中途有没有任何一次的机会 给他再做一次核酸检测 然后就告诉他那个CT值 是属于康复范围的东西 解除他隔离呢 是没有这个安排的嘛 那么这个是不是差别的待遇啊? 这个是不是构成了一个不公平啊? 你要解答这些东西 不是在这里 哇好像轻描淡写那样 昨天李家超就宣称 香港已经是回复正常了 我认为呢 如果全港市民都能够获得 陈茂波的这种优厚待遇的话 那就真的在步向回复正常了 就算是阳性患者 都可以周围走的 都可以豁免隔离 豁免鸿马的 那就是回复正常的一个重要步伐咯 如果你陈茂波在过去几天 所行使的权利 其他的市民都能够是行使得到的 那你那个不算是特权咯 如果只有其他市民可以的 那这个就是特权咯 那我就认为这个不应该是一个特权来的 应该大家都可以行使得到 那就正确了 我不是说要 其实走去踩陈茂波 说为什么你又可以免隔离 免鸿马 免戴口罩 其实大家都应该可以这样 那就真的在走回复正常那条路了 你想想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时任的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 他真是死得冤枉 走得太前了 他出席一个宴会 一个生日派对 就已经又说要炒友 又说要问责 那当时你阳姓都还可以出席峰会 谈笑风生 同一众那些外奔 那你又是什么呢 徐英伟是什么呢 实际徐英伟去的时候就是阴性 走的时候也是阴性 他既没有传染其他人 也没有被其他人感染 那都要炒友了 要问责辞职了 那陈茂波现在阳姓 那卫生署就说他不具传染性 那你阳姓都可以到处走 那到底那个准则在哪里呢 怎么问责呢 是不是 哎呀 那所以真的 要问他自己才知道 那至于那些蓝丝啊 或者是那些极端狂热的分子啊 喂他们又怎样来都去评价一个阳姓患者 可以出席峰会 可以周街行 可以豁免隔离 豁免红马 豁免戴口罩 尤其是出街戴两三个那些 叫他们看一下啦 这些不要手机啦 啊 真是 好了 接着下去呢 我们看看 啊 究竟呢 新加坡的学者 怎样评论 这个的 金融峰会了 在香港居住的新加坡学者 刘浩典就认为 毫无疑问 香港的竞争力 已经是落后于新加坡 和杜拜等的城市 对于李家超致辞的时候 声称 机遇正在香港 刘浩典就指出了 现时内地的经济环境欠佳 加上香港 和内地就仍未通关 他反问啊 究竟李家超在那谈什么机遇呢 不过 刘浩典就说 内地通关与否呢 就并非香港的控制范围来的 希望特区政府呢 就着眼于 放宽防疫限制 和吸引人才 别人都说了 你的竞争力是落后于新加坡 所以就不要经常以为人家 好看得你上眼 根本已经是抛掉你了 人望高处 水向低流 人家要竞争的时候 一定放眼于伦敦和纽约 就不是看你香港 所以特区政府不要经常 当人家假想敌 人家已经不当你是了 你大幅落后了 说得很好啊 对不对 至于说机遇 这件事其实记者朋友 都真的可以问一下李家超 究竟机遇在香港 还是机遇在大湾区 立法会金融界议员 陈振英就认为 今次峰会就有相当的成果 内地官员就在会上 澄清了不少外国商界关注的问题 包括就是有内地经济环境 房地产市场等等 加上与会者在直上 好像身处在外国那样 无需戴口罩 反映香港已经是逐步伏偿了 那就真的好笑了 你与会者可以不戴口罩 是因为这个所谓的闭环式的安排 这个是特区中的特区 陈茂波、杨胜都可以不戴口罩 在峰会上 特区外边的特区呢 是不是 为什么外面的人要戴 你里面的人就不用戴 这样就为之伏偿了 你里面是什么 特区的一线关 外面的是二线关 外面的市民比较贱一点 为什么外面的限制 比起里面的限制为之多 你一线关里面 不需要戴口罩就为之伏偿 那二线关什么时候伏偿 对不对 大家一视同仁 那些标准 不要大小超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